我们一起看神的话语,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到十八节的话语。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到十八节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 说心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逼好了。 阿们,首先我们一起来分享要祷告的祷告题目。 丹人牧师现在在中南美进行着集中训练,还剩下最后一个国家,就是哥伦比亚。 去完这个国家之后,就会归到韩国。 愿我们担任牧师,在救护二三七国家五全种族其中的宣教树立后代人们次, 愿神去珍贵地使用我们的牧师。 现在担任牧师正在进行着集中训练的讲义。 中南美整体有四十六个国家,愿兴起真的门徒与珍贵的后代人们次,愿大家做珍贵的祷告。 剩下的一个国家就是哥伦比亚。 他要做这个事工之后呢,然后才回到韩国。 牧师结束哥伦比亚事工,然后回到韩国的话,应该会需要两天的时间。 就是说离韩国这么远的一个国家,再回到韩国当中呢,又会赐给我们话语。 愿我们能够在话语当中听到关于宣教的信息, 也愿神许可,我们能够救护二三七国家五全种族的珍贵信息。 希望大家为担任牧师,直到他回到韩国为止去做祷告。 正因如此,教会一直在进行着长老祷告会,直到本周周三结束, 为我们担任牧师,还有明年新年的各样计划做祷告。 在一楼的小礼拜堂,不仅是长老,还有很多的圣徒, Ramit也可以一起来祷告,是能够成就我们完全成为一体的重要时刻, 是我们2024年也能够去享受重要应允的一个时刻。 每一周周三礼拜结束之后,在一楼的小礼拜堂要进行这样的祷告会。 第三点就是,下一周十七日的时候,有重要的三个祷告题目,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去祷告。 明年2024年,我们有预算与结算的共同会议, 还有职员任命的2024年,带领我们教会重要的一个任命的仪式。 十七日这一天,还有男女传道会,各位一定要就是所属自己的各个传道会, 然后能够在这个传道会当中能够去享受2024年重要的应允。 十七日,预算、结算,还有明年的重要职员任命, 以及各传道会,希望大家能够去集中,也参与到其中。 今天我们汉纳教会幼儿园是救活二三级国家五千种族, 他们在祷告着救活时代成为这样的主人公, 所以愿我们能够同样去享受这样的应允。 大家一起参加祷告会。 还有就是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人在困难的问题当中, 愿这些困难能够让他们成为正人被树立起来, 希望大家为他们做珍贵的祷告, 愿他们拿的话语在祷告当中蒙到应允。 困难并不是困难,而是能够传达福音, 成为珍贵的证人,愿各位能够为他们去祷告。 今天我要拿着马可福音16章的内容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 救活五千种族的汉纳教会。 树立我们教会的目的就是宣教, 就是做世界福音化,就是救活二三七国家五千种族。 我们今天读了马可福音16章15到18节的话语, 就像15节的话语说什么呢? 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这就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理由。 现在担任牧师正在中南美, 进行着重要的传福音的事工。 所以我们汉纳教会是救活五千种族的教会。 坐飞机我们可以去到二三七个国家, 但是除了二三七个国家之外, 还有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 有这样的五千个种族, 所以呢, 我和各位连这五千个种族, 我们也要去传福音。 只是中南美, 虽然它有四十六个国家,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这四十六个国家当中, 还有很多一次也没有听到福音的种族。 正因如此, 救活这五千种族, 这是神的旨意。 今天的话语当中也说了, 往普天下去, 往各种族当中去传福音, 序论。 正因如此, 我和各位要进入祷告当中, 能够救活五千种族, 我们教会愿树立望楼吧。 望楼就是体系, 我们要树立绝不动摇的体系, 对吧? 对五千种族要做福音化, 要去宣教。 拿着我们的力量, 能够去向着所有的种族去传福音, 树立这样的体系, 这就是望楼。 本次世界众主者大会的时候, 给的主题也是一千望楼, 所以我们拿着望楼, 要去树立重要的传福音的绝对不动摇的体系。 为此, 我们要不断地去祷告。 我们要行走旅程, 我们拿着七个旅程, 我们要行走唯独传道与宣教的旅程。 我们的旅程是拿着七个部分, 去行走传道与宣教的旅程。 哈纳教会也在行走着传道与宣教的旅程, 担任牧师现在也在中南美, 行走着传道与宣教的旅程。 不仅是46个国家, 而是在中南美, 有很多一次都没有听到过福音的种族, 是朝着这样的地方行走着传道与宣教的旅程。 我和各位为此在做着祷告。 所以我们的旅程是从这里, 为牧师祷告的这个本身, 就是在做传道与宣教的旅程。 各位亲自下下周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东南美, 东南亚的集会, 我们将会有Remment长男也去参加, 就是在东南亚要进行的这个集会是在菲律宾, 那么我们是行走这样的传道与宣教的旅程。 正义如此, 七个旅程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行走传道与宣教的旅程。 所以我们要去祷告啊, 为了五千个种族, 还有礼程碑。 为了这礼程碑, 我们要去祷告, 为什么呢? 为了重要的传道, 宣教五千种族, 神会赐给我们方向, 我们是拿着这个方向前行, 每一周赐给我们的基督讲台的话语的方向, 门徒的方向, 下一周要赐给的话语, 讲台的方向, 还有我们整体要拿着祷告题目一起前行的方向, 这就是礼程碑。 拿着这七个礼程碑, 我们是进入这样的方向当中, 理由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救活五千种族。 那么所以我们为了五千种族, 要去行走望楼, 旅程, 里程碑。 我和各位真的相信是在神最喜悦的事情当中, 所以今天传道学, 我们是真的用主民祝愿各位一起享受 救活五千种族的应允, 本论第一点, 救活五千种族的话语, 救活五千种族的话语是什么呢? 五千种族都陷入在撒旦的陷阱当中, 五千种族整体全部都在撒旦的陷阱里面, 所以像现在这样陷阱里面的人, 我们要传达福音, 拿着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是吧, 刚才我们的罗伯特也背诵了这句话语, 我们是向他们见证这个福音, 让他们能够从里面脱离出来, 创世纪三章四到五节, 撒旦说什么呢? 代替神让他们去侍奉撒旦, 这就是撒旦的陷阱, 本应该侍奉神的人, 但是去侍奉被造物我, 撒旦所谓怎么样的有问题, 人的定义是什么呢? 要依靠神, 这是人的定义, 但是依靠自己, 自己要成为神, 让我们陷入了这样的陷阱里面, 世上有很多的人陷入在这陷阱里面, 创世纪六章四到五节说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物质, 目标就是物质, 就是金钱, 前不久在韩国的一个家庭就是父母和孩子一起自杀了,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钱, 世上人的目标就是金钱, 所以如果认为物质丢失了, 所以就觉得生命也丢失了, 这就是陷阱, 全世界现在全部都信入在这样的物质陷阱当中, 相信神的我和各位是什么呢? 赐给的是神, 或者说我暂时贫穷, 这也是神做的, 我们通过信心能够因着话语去胜过这个经济的问题, 但是呢, 不信神的人他们不会这样, 不信神的人, 他们的目标就是物质, 他们完全因着撒旦所挖的陷阱被绊倒, 陷入其中, 创世纪十一章一到八节, 这些人的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成功, 他们无条件就是想要成功, 没有什么理由, 为了出息成功, 最后会怎么样? 虽然出息成功, 但是却有更大的空虚, 会有更大的空虚, 撒旦挖的陷阱, 五千种族全部陷入在这样的问题里面, 正因如此, 我们要从这里面得到释放, 信耶稣的人, 金钱如果成为目标的话, 就会发生大的问题, 物质成为我的目标, 那就是说我不信神, 这是不信神的证据, 如果我们信神的话, 就不会信我, 我们也不会相信拥有的金钱, 如果不是这样, 就一定会陷入撒旦的陷阱当中, 今天, 汉娜幼儿园的小朋友, 你们的父母都来了, 对吧, 如果说你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幼儿园上学, 但是你们还不信神的话, 那么你们真的用祝愿各位去接待你们孩子相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 因为一不小心, 我们就会陷入在撒旦的这个陷阱里面, 正因如此, 能够从这里面脱离出来的,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的就是这样, 耶稣基督的话语, 不仅只有陷阱, 撒旦还怎么样呢? 撒旦就是这样子呀, 挖了什么呢? 挖了这样的坑, 让人陷入在这里面, 让人完全能够就是陷入在这样的沼泽里面, 陷入死亡, 使徒行传十三章五到十二节, 这里面有政治人士, 也有很多有钱的经济人士, 金钱成功自我, 我的聪明, 我有很多的学识, 像在乌尔山这个地区发生的事情, 就是家里面一起自杀的原因, 它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大公司, 而且是管理层, 那这样的程度的话, 它应该是有各样的学位啊, 学士, 术士学位, 对吧? 也算是成功了, 但是却怎么样呢? 让人毛发树立的这种程度, 面临这样的灾阳, 为什么呀? 因为手的行传十三章, 就是这样记录的, 政治人士, 成功人士, 他们被什么所掌控呢? 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记录, 他们被巫术法术所掌控, 现在韩国的国会议员, 明年他们会有选举, 现在他们去找这些有名的巫术人, 去算命自己明年能不能当选, 因为有钱的这些经纪人士, 他们怎么样呢? 不安, 所以会更加依靠这些巫术法师, 就想着, 以后会怎么办呢? 自己拥有的这个财产, 他们害怕遗失啊, 害怕自己拥有的这个名誉丢掉, 所以他非常的不安, 这就是撒旦, 圣经里面分明这样的记录了, 我们寻有的这个福音是多么的伟大, 我们要知道, 我们从这里面已经脱离出来了, 但是有很多的人陷入在这里面, 十度行传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 所有的人都被这些巫术人所掌控, 所有人都是被这些巫术所掌控, 甚至于青少年也是, 他们都是什么呀? 拿着手机去看, 小孩子也是, 拿着手机去给自己算命, 现在这些巫术啊, 法术完全遮盖了 所有的二三七国家五千种族, 现在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 圣经里面把这个叫做灾阳, 灾阳完全遮盖了五千种族, 中南美被灾阳所遮盖,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发生了同样圣经里面的事情, 使徒行传十九章八到二十节, 国家也好,地区也好, 我们的朔区也好, 因为没有神, 他们说要去侍奉一个, 侍奉什么呢? 就是拜鬼, 所以造鬼在那里去下拜, 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这样的时候会不断地有灾阳, 撒旦就是这样, 让人在灭亡当中, 行走前行, 救火五千种族的话语, 所以我们要看到, 撒旦是怎么样呢? 向着每一个人都挖下这样的网罗, 换一句话就叫做命运, 让人生活在自己的命运当中, 就是让他们过在自己的八字当中, 信耶稣的人没有所谓的命运于八字, 就算去算的话也算不出来, 但是我们是什么样呢? 就是受神的引导, 就是神的儿女, 但是五千种族的人却不知道这一点, 所以今天呢, 或是说在座的各位, 如果有没有接待耶稣基督的人, 那么如果你认为, 这些所讲的圣经基督的内容是对的, 那么你真的现在要快点接待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发生的事情, 在我们的时代在进行着, 约翰福音八章44节, 告诉我们会面临这样属灵的困难, 被这些命运所掌控的人, 他们是在命运的掌控当中, 面临的困难被掌控, 分明是这样的, 这不是眼睛看得见的, 假如说我家里太穷了, 没有钱, 然后我就杀死我的孩子, 杀死我的妻子, 然后我再自杀的话, 那我当然不是信耶稣的人, 对吧? 但是世上这样的事情不断在发生, 五千种族当中的人呢, 他们不是说是物质, 不是金钱的问题, 是没有办法遇到神的问题, 只要遇到神的话, 就能够解决问题, 这是福音, 本周我也跟一个人见面, 对他讲了福音, 然后抓住他的手, 一起接到了耶稣, 这就是福音呢, 我们要从这个命运当中脱离出来, 不信神的人的话, 就会只看到钱跟物质, 不是的, 是撒旦的问题, 要从这里面脱离出来, 正因如此, 出埃及记二十章四到五节里面, 他们就没有办法不得不败偶像, 什么样的偶像呢, 金钱的偶像, 而觉得金钱就是一切, 为了挣钱, 他们不分手段方法, 就是钱拿钱, 不信神的人, 只能这样子过人生啊, 这该多么的可怜, 对吧, 因为这一点, 被这个命运所掌控, 活在这样的人生当中, 我们哈拿教会的圣徒, 并不因为这个金钱疯掉了, 对吧, 赐给我们也感谢, 没有也感谢, 丰富也感谢, 稍微不足也感谢, 这就是信神的哈拿教会的圣徒啊, 不信神的人的话, 钱就是偶像, 所以我们可以看, 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八节, 他们就没有安心, 没有平安, 常常背负着这样的蛋子包袱前行, 老苦重担, 只能背着这个前行, 五千种子就是这样, 没有遇到神的这些人们, 哈拿教会的幼儿园, 你们要跟你们的爸爸妈妈 这样传福音, 知道吗, 今天, 如果说有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没有相信神的话, 那么你们今天回家 要对你们的爸爸妈妈去传福音, 告诉他, 爸爸你好好听, 爸爸你现在是自我中心, 对吧, 就是自我中心啊, 爸爸现在呢, 不断的就是怎么样, 说钱钱钱是吧, 我有钱也没有关系, 没有钱也可以呀, 而且爸爸你要知道, 你为了成功, 这样的劳苦重担奔赴前行, 你太可怜了, 只说这样一句话, 爸爸会怎么样, 对不对, 爸爸就会, 那我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告诉爸爸, 当信主耶稣基督, 你和你一家必得救, 爸爸你要接待耶稣, 这是对的, 对吧, 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的内容, 人的声音没有力量, 但是这是圣经的话语, 所以哈拿教会, 幼儿园里面的朋友, 里面的爸爸妈妈, 真的就是这样的, 劳苦重担过着人生, 所以我让你们去跟爸爸妈妈这样传福音就可以, 所以我不管遇到谁的话, 都是这样去讲, 这是对的呀, 马太福音11章28节, 不仅说老苦丹重担, 史书行传, 8章4到8节是怎么样呢, 他们有精神, 心灵的问题, 甚至带来肉身的问题, 肉身也有问题, 肉身完全被忧虑担心所掌控, 只要相信神就可以了, 只要抓住神就行了, 但是不知道神, 所以在肉身的问题当中, 被这个所掌控, 这就是命运呢, 而且还有什么呢, 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 说的是什么呢, 这是在这世上过人生的背景, 这个世上的这个背景, 就是地狱的背景, 我们家隔壁就是经常吵架, 有一天就是真的是, 突然间来我们家敲门, 然后就说的跟我说, 你赶紧去给我叫警察过来拿刀, 然后让我觉得很害怕, 对吧, 突然拿个刀过来, 然后让我去叫警察, 然后打开门回到家之后, 然后我就对他家的这个大叔说, 你要安静下来, 因为我当时的声音就是颤抖的, 我说大叔你不能这样, 因为我害怕, 我当时就跪下来了, 我说大叔你不可以这样啊, 真的我当时害怕不行, 我四个小时的跪在那里, 就是劝他, 后来都没有办法起来的程度, 他把刀放下来, 然后两个人, 我让他们和好了, 他家里面有两个孩子, 真的很抱歉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对吧, 地狱一样, 假如说我们的孩子活在这样的家庭里面, 你们想想看, 今天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 如果说你们家里的父母因为钱天天吵架, 干账, 没有神, 天天只想着成功出席, 我甚至也听到过这样的事, 说只要送到我们教会的幼儿园的话, 就比普通的幼儿园的话, 就是智力会跟不上, 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 我觉得我哇, 直到福音的话就是最高的顶峰, 直到福音的话就能够征服英语, 很难的托福也能够去征服, 我每年都会去考托福, 580多分的话就应该很高的分数了, 因为福音我能够考过的, 我们教会有哈纳拉教会的顶峰学校, 各位更加要送孩子们去这样的学校 进行福音的教育, 为什么呢? 它就是这样让人们陷入地狱般的状况当中, 我们不可以陷入这里面, 去这样的家庭里面去传福音的时候, 就发现很多的家庭已经变成地狱一般, 因为他们不信神, 真的就是这样, 真的很抱歉, 他们就只追求一个钱, 真的因为钱疯了, 我诚实的话, 因为钱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让人生活的丰盛啊, 也许可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期, 或者金钱比较困难, 我比较喜欢吃拉面, 然后我在家里面煮了拉面吃了, 然后我们家里面的妻子都是沸腾的, 以前就是觉得一包拉面的话量也很多嘛, 煮的话一大碗, 但是现在的话, 煮的话就三块的吃没了, 怎么样了, 越来越就是物价上涨, 然后量还小, 人们就因为钱疯了, 这是撒旦的陷阱, 这是撒旦的, 挖的网罗是撒旦给我们的坑, 撒旦教会, 你们不是在这里面知道吗, 撒旦教的圣徒约你们去阿门, 有也可以, 没有也没有关系, 没有的话, 在这个时间表当中前行就行, 有的话我们做世界福音化就可以了, 但是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 路加福音27章20节, 路加福音23章20节当中, 这是我们后代的问题, 也就是说不要为我去哀嚎, 要为你的后代与子女哭泣, 我们的后代, 我们的后代该怎么办, 我们的后代要在撒旦的陷阱, 与网罗, 与撒旦的坑当中, 要一起陷入在这里面吗, 五千种族全部都在这里面被掌控啊, 中南美46个国家, 五千种族全部都在这里面, 能够从这里面脱离出来的是什么呢, 约翰福音1章12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新他们的人, 他就刺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不是钱, 不是钱, 我们有可能会贫穷, 经济可能会有问题, 但是呢, 我们是神儿女的这个身份绝对不改变, 神守护我, 保护我, 这一点是绝对不改变的, 神以宝座的祝福, 超越时空, 在引导着我, 这是绝对不改变的, 我们是承担这个话语前行啊, 这就是成为我的望龙, 成为我的旅程, 成为我的里程, 悲, 那么什么是问题啊, 真的不要担心钱啊, 哈纳教会的圣徒, 愿各位真的绝对不要担心钱, 这完全是会被撒旦欺骗, 有, 感谢, 没有, 也感谢, 我不要被撒旦欺骗, 这就是救活五千种族的话语, 愿持定这个话语, 救活我们的后代, 二三七, 幼稚园, 还有, 哈纳·罗蒙特, 幼儿园, 鼎峰学校, 我们的孩子在这里面, 福音的成长, 就是好的了, 但是有了很多的钱, 成功了, 有储人的问题怎么办, 是吧, 某一天, 自己亲爱的孩子, 被杀死了, 孩子也被杀死了, 自己丈夫也自杀, 这是什么呢, 那是在拜偶像, 即使去了大的公司上班, 有什么用啊, 每次传福音的时候, 我就真的非常有力量, 来教会吧, 怎么怎么样, 没有必要说这些话, 我们只要讲这个内容就行, 这是圣经的内容, 这就是圣经的话语, 圣经的句子, 对吧, 所以我们哈纳教会, 是拿着这个部分, 能够去救火五千种族, 我确信, 我和各位要持定这一点, 今天, 我们哈纳教会的, 幼儿园的小宝宝们, 你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 让他们做接待祷告好不好, 小朋友们, 你们一定回家, 要跟爸爸讲这个内容, 真的跟他告诉他们, 你们的爸爸就会听的, 告诉爸爸, 挣钱并不是最重要的, 爸爸要信耶稣, 才是最重要的, 从这里面脱离出来, 才是最重要的,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传达, 给你们的爸爸妈妈, 我们小孩子传的时候, 比我传是更好的, 为什么呀, 因为子女说的时候, 父母会听, 听的时候就发现, 真的是对的呀, 爸爸呀, 现在呢, 有很多的这些演员人员, 都吸毒对吧, 爸爸会听得懂什么意思是吧, 而且爸爸呀, 你的同事, 他们每天都在喝酒, 都在担心钱是吧, 但是全部都是被这个所掌控, 我们是在说明福音, 救活五千种族的话语, 第二点, 为了救活五千种族, 我们要做什么呢, 神赐给我们救活五千种族的使命, 我们教会还有各位, 神让我们担任牧师, 现在已经在中南美做事工, 对吧, 救活中南美46个国家, 神赐给我们救活五千种族的使命, 大家非常清楚, 耶稣的复活信息, 耶稣在实际上解释了我们所谓的问题, 赐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耶稣会说这些没用的话再离开吗, 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 你们要去万民当中, 去到万民当中, 五千种族里面, 今天我们读了马克福音16章15到18节的内容, 要往普天下去, 要去传福音, 这是什么呀, 就是救活五千种族, 十足行传一章八节说的是什么呢, 直到地极, 中南美的地极, 这是救活五千种族的使命, 相信我和各位拥有这个使命, 还有什么呢, 二三七五千种族, 医治, 让他们成为顶峰, 这是我们教会的祷告题目, 就二三七国家五千种族去医治所有的人, 今天我们读了马可福音, 也说什么, 对有病的去按手让他的病得医治, 就能够治好了, 所以有疾病的人, 我们为他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让他的医治, 而且说赶鬼,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赶鬼, 命令的时候, 鬼就会被赶出去, 圣经里面, 已经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的后代呢, 他们是会被打造为救活世界的顶峰, 所以神让我们汉纳教会这样被树立成为宣教的教会, 这是我们的使命, 救活五千种族的使命, 我和各位, 还有我们担任牧师, 相信我们是因为这个使命而前行, 第三点, 那我们要做救活五千种族的准备, 我们要做救活五千种族的准备, 这是器皿, 也是体系, 换一句话就是旺楼, 我们要这样去树立旺楼, 要做这样的准备, 地方消灭已经成为现实化, 像首尔特别适, 这也是完全变成一个倒塌的状态, 所有的地区都会这样, 为什么? 神让这些地区变成这样, 是为了什么呢? 多民族, TCK, 换一句话就是说, 地区, 地方消灭说的是, 有很多的多民族和TCK在这个地区生活, 所以就变成五比五的比率, 这应如此, 我们教会也要做这样的一个准备, 大丘将来不是说大丘士, 将来能够救活大丘的原因, 就是能够通过多民族, TCK一同前行才能够去救活, 所以我们要做准备, 正因如此, 我们教会也要做这样的准备, 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多民族, 也有很多的TCK, 这样的孩子要在我们教会里面充满, 要充满多民族, 神让韩国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神减少韩国的人口, 让更多的TCK跟多民族在韩国充满, 这是神的计划, 这就是里程碑, 哈纳教会的圣徒, 不知道这个圣徒, 不知道这个单词而已, 现在, 让多民族与TCK在我们教会充满, 这就是里程碑, 正因如此, 我们要祷告, 我们不是拿着这些单词而去祷告, 正因如此, 我们要知道这个含义, 所以有方向, 大丘必定会成为一个地区的消灭, 什么意思呢, 大丘这个城市, 不再是大丘广域市, 而是TCK多民族完全充满了一个城市, 我们教会也要充满多民族跟TCK, 这是方向, 救火5000种族的重要体系, 为此, 要培养我们的孩子, 我们要派遣救火5000种族的remnant, 派遣remnant, 救火23期5000种族的remnant派遣, 多民族, 种植者, 还有教母人员, TCK, 要派遣, 回到自己的祖国, 回到自己的故乡, 再去被派遣, 我们要做这样的准备, 再次派遣, 这是神一定要让我们去准备, 让我们这样被打造的, 我们教会开始了日本的宣教, 现在单日牧师也在中南美, 做宣教, 我们的元老牧师, 最初就去到中南美这个国家, 智利这个地区做过传道集会, 现在在这样的旅程当中, 我们的单人牧师在中南美, 这个地区做着集中训练, 神的计划谁也无法阻拦, 是有钱的人能够做吗, 有很多学识的人去做吗, 话语的望楼, 里程碑与里程拥有的人, 就会这样, 教会不是有钱的人去运转的, 也不是有学识的人去运转的, 教会是以话语去跟随的人, 能够树立望楼里程碑与里程碑, 我们教会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担任元老牧师, 曾经去过这样的地区, 进行过传道集会, 所以现在我们的担任牧师在那里, 进行着46个国家的传道集会, 进行着40日的集中训练, 不是随便就开始的, 我们要做这样的准备, 正如如此, 我们的后代, 直到能够为五千主席去派遣, 那一日为止, 用主的名祝愿, 我和各位能够去做准备, 最后的第三点说的是什么呢, 为此我们要怎么样呢, 准备是吧, 我们没有必要做其他的, 我们是24, 25, 永远, 进入这样的祷告当中, 我们为此, 进入24, 25, 永远的祷告之中, 这是我们的准备, 汉纳教会已经做这样的准备, 而且已经开始, 我们教会, 这一次, 有多民族教务人员被案例了, 朴约翰牧师, 他是巴拿马市民权, 他没有韩国身份证, 他是巴拿马的市民权, 他是拥有中南美市民权, 多民族教务人员已经被案例了, 在中南美这个现场进行这个翻译, 除了这个祝福之外, 你们还需要什么别的祝福吗? 要钱吗? 说别的教会怎么怎么样,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不要被撒旦的想法所掌控, 我们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 我们是为此在做着这样的准备, 我们的后代, 现在全部都是要去救活五千种族的后代, 你们过十年看看, 这些孩子, 他们分散在五千种族当中, 会被准备成为去救活的人呢, 我们为此, 真的用主名去祝愿各位一起去祷告吧, 话语的结论, 救活五千种族的教会, 我们大人是这样的, 我们的元老, 长老, 还有这些已经退休的长老, 还有我们的名誉劝尸, 他因而不得所有人们, 我们教会是这样的教会, 救活五千种族的一切忘了, 我们要做这样的准备, 所有的种植者, 所有的教母人员, 所有的圣徒, 所有人们要成为一体, 去准备一切忘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救活五千种族,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到十八节, 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真的你们不觉得新潮澎湃吗, 神把这个使命给了我们呢, 现在我没有钱, 那这不是问题, 我没有钱也没有关系, 神通过没有钱的我, 要救活五千种族, 虽然我无知, 软弱, 但是神却通过我, 要成就这一切, 神是这样去成就的, 今天, 参加传道学的, 所有哈纳教的圣徒, 愿各位, 真的, 用主的名祝愿你们, 丢掉所有其他的想法, 哈纳教会是救活五千种族的教会, 正因如此, 我们知道三个愿语, 对吧, 外邦人的愿语, 我们要尽情地去准备, 我们教会要成为外邦人, 一邦人充满的教会, 孩子的愿语, 从我们小小的remment开始, 去做准备, 为什么呢, 将来我们在2030, 2080年这样的时代, 当中我们要去救活呀, 而且是救活所有人的祷告愿语, 我们是有这样的教会, 所以五千种族来到我们教会的话, 就在这样的三个体系当中, 就蒙应允了, 还有最后一点, 我们真的拜托圣门词们, 你们一定要准备一个语言, 我对我们圣门词提问, 我跟他提问, 他说他在准备着日语, 我说非常棒, 要彻底地去准备语言, 为什么呀, 因为在日本这个国家当中, 有五千种族, 在日本这个国家里面, 有五千个种族, 是吧, 一次都没有听到福音的, 一次都没有听到福音的, 五千个种族, 在日本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 所以我们要学日语呀, 为什么去学, 为了救活这个五千种族, 用主的民主愿, 各位能够去准备语言, 因为当中南度训语言,